他们申 口 义 这三页都消业障 都不会被这个业障 淫听在主所上 可以叫无污染 这个时候要替他们忏悔 方堪受戒 所以我今为如等举忏悔大经济 各位听我之言音 心想忏悔经济之毅力 一切有心造 这个心起心动念 贪嗔痴 傲慢怀疑 你申口义就来了 然后孕亲在主就推你一把 让你提早痛苦 所以各位要决心发誓 改往修来 千万不要再犯 爱生气的人 爱骂人的人 傲赌赌尾人 你不懂吗 你问你老公就知道了 你问你的家人 问你的隔壁 问你的同事都知道你的缺点是什么 所以一个人修行一定要 你一定要很惭愧心说 我如果有什么缺点你会马上告诉我 我绝对不生气 我还要包红包给你 谢谢你告诉我的缺点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这个人很爱面子 爱面子 说下去你就去屁面 又会买 那你就不求了 还叫做无法度了 无法度你了 因为这个人不接受劝告 所以在这一点 所谓善知识 并不是说他读很多书 这个善知识 他只要能够一针见血 讲到你缺点的 那就是最好的善知识 阿迪迦尊者说的 所以各位要如此 因为这个世间 几乎没有没缺点的人 那我们要很谦虚的 所以稍等一下你如果下課 要问你隔壁 我坐你隔壁有凤海到你吗 有啊 你穿我大箱 不好意思 你是怎样 你怎么嘴吵 不好意思 没落嘴 那你要一直去 从旁边检讨自己 我以前刚出家 我们是这样训练来的 我现在有时候 跟我们这些年轻法师讲 他们不太管这一套 每次去敲沐浴 敲完一定要 大家要下课了 海涛向大众忏悔三败 就是没敲好意思 明白吗 一定要每天跟他们忏悔 然后我师父说 反正你新来的 还没有受阶前 天天要跟大众忏悔 因为你忏得不好 不成熟 一定有错的地方 然后这样忏悔以后 保持你的谦虚虚 那其他等一下吃饭 他就想 你刚才忏悔 我跟你说 什么地方唱不好 终于有机会进步了 明白吗 因为你先表达忏悔 而且你讲了很谦虚 对方也愿意接受 他就愿意指点你 那个寺庙有十个出家人 每个人都来讲你的问题 现在我叫做 禁死死 定了 不叫禁死死 才会进步 这一点真的是 你要有这种 谦虚的心态 不然你没有进步的一天 因为一个法师 一个影响力人 是透过大众的眼光 在盯着一个人 那你没有这个被提醒的过程 自己认为自己可以 自己认为 拿起麦克风就要念 拿起麦克风就要唱 你不知道这个是捏代别人啊 所以我的师父这个教育非常好 所以我师父就说 当然啦 别人在拜 我某某大众 说的我会很傲慢 大家都不敢说 你从你的口气都要表现一种谦虚 反正我只要我上台敲 我就跟大众忏悔 当然我师父这样讲 前面好几个都不忏悔 他已经习惯了 但是我还是每天这样忏悔 对我帮助很大 所以我认为 就算我敲得不好 唱得不好 但是我这样的忏悔 我这辈子就有改变的可能 我这辈子最大的改变就是声音改变 这是我的奇迹在我身上而已 我声音改变 讲话的态度改变 所以我以前不讲话的 讲话反正我也不能 我口才很不好 我就这个人比较内向 叫我帕把臭 可以 叫我去钓鱼可以 叫我去读博可以 碰 这样就好了 你叫我去讲话 我认为我跟讲话没缘分 但是不断的去忏悔 不断还可以讲话 还可以唱颂 所以 那在这一点 因为我发觉 是可以改变的 一个病痛 经过你的忏悔超度 它可以让你马上感受到 不病不痛 哇 这个时代太奇迹了 但是你就虔诚的忏悔 然后呢 跟他超度 当然你不用去问是谁了 你也没办法问 但是至少你有惭愧心 跟他说话 可能他是人 可能他是动物 对不对 然后你给他取个好听的名字 然后你给他做一些善良的事情 但是 重点 任何冤亲在主中阴身都有什么 念一下 他心通 至少对你很通 你在想什么他都知道 所以你一定要一个很圆满的惭愧心 跟对他的接受 悲心 爱心 我要好好的来参与你 我要好好的来爱你 我要把最好的供养你 对不对 因为我已经发愿要去极乐世界 要成佛 我也一定要带你去 我们 他一直可以感受 他一感受 他就超度了 但是话又讲回来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冤心在主 一直希望你超度 因为你现在发愿要成佛了 发菩提心了 要去极乐世界了 将来来你就是大菩萨了 他找不到你了 他 你要发愿 愿累劫累势 为戏包括杀死一只小蚂蚁的叶 跟姻缘都来找你 你就一直一直消灭一场 观观难过 观观过 好不好 保持惭愧心 有一种最可怕的是什么 没有惭愧心 还升起傲慢心 你就死啊 为什么 念一下来 魔障就来 这个魔一来啊 你眼神马上变 你自己看不出来 你的思想会很恐怖 恐怖到你都不怕痛 而且这个魔会让你都不痛 因为你魔障来了 你看我最近身体很舒服 胃肠痛 现在都好了 魔来了 了解吗 魔用这种方法让你相信它 相信你这个错误的想法 然后最后就让你突然中风暴毙死掉 这样 就是魔的方法 跟吸毒一样 所以因为你已经到了一个狂的阶段 傲慢的阶段 甚至有人跟你提说 你不要再这样 你又故意要这样 那魔就有机会来了 魔进入你的心去引导你的时候 你就很恐怖了 是非不明了 所以我想 时时刻刻保持这个 这个惭愧心 才有办法 所以心想 心记忏悔之义理 决心發誓 改往修来 这个修行一定要有这个愿 我如果再犯我就下无间地狱 如果你不敢发愿 我们下回来办一个发愿法会好不好 我如果再去谈恋爱 我下无间地狱这样才行 我如果再去称恨心 你不这样发愿 我跟你说没法真的改不了 末法改不了了 改不掉了 一个小小的一个电脑手机 一个赌博你都改不掉了 所以一定要佛菩萨做证明 自己敢要发愿 你自己不敢发愿 那不可能的 不会改变 所以更务在座诸恶 好 这样各位了解了 三男子三女人等 如等自成忏悔尽 身心清净 罪业消甜 各位你要相信 佛的不可思议三宝的加持 我如果内心里面虔诚忏悔不再犯 这样来礼尽诸佛归三宝的时候 所有恶业都净化掉 这一点很多人没信心 礼佛一拜罪灭和尚 念阿弥陀佛一生 与真诚的信心惭愧心 消除八十一节生死重罪 哪怕你命中这样念一句 保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点信心你要建立起来 要建立起来 所以你相信如此 你自己保证消夜这样往生净土 你相信别人如此 我们帮他念佛的时候 对方真的是得到如此的功德 这样你来念佛啊 会觉得非常有意义 更何况是读经呢 读经典就直接把佛陀 讲经说法一样 佛陀在讲经说法 这样来读诵经典 在思维经典呢 马上你这个思维经典 就进入众生的心 思维不是自己在思维 是我心在思维心经 阿弥陀经的时候 所有众生就入众生心 所以你那时候会很专注 所以你那时候会很专注 而且因为你这个悲心跟专注 佛就加持你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千万不要告诉自己 我看经都看不 那你已经把自己设限住了 了解吗 我并大看 我根本看不懂 那因为你用你自己的想法 当然看不懂 但是你用佛的加持 谁看不懂 所以佛陀的加持 一因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见 佛陀一讲 一加持你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众生 都可以得到佛法的加持 所以各位要这样来看待一切 千万不要先入为主 特别是老大人都会先入为主 这样就这样 这样就这样 很过劲 你要把这个东西都要放下 全然接受 全然得到加持 我也可以全然对众生慈悲 我今天给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百分之百去基督世界 这样就好了 了解吗 这样他会去吗 马上就去 你不要念整天 嘴又开开 这样就会去 这样又回来了 因为你一退转 一失去信心 佛的力量就不好了 管他怎么死的 管他被冰死的 管他被冻得要命 往生临终十个钟头 敲来敲去 佛力不可思议 不要把佛法弄得很严谨 没有一心不乱 没有临终八个钟头 没有怎么样往生 是我们在破坏佛头的力量 怎么死的是个人姻缘 那是夜报 但是念佛往生净土是百分之一百的 你要这样去助念 对自己也是如此 所以各位你不用怕死 对不对 我有正念 我有在念佛 我已经发愿了 就保证往生净土了 往生净土必定成佛了 但是自己得到还不够 愿所有众生都得到 不管你是任何宗教 不信佛法 毁谤三宝 再次造很多恶业 我帮你念佛 你现在就得到这个善根 将来你命中得到往生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佛教一见面 就见面来 没有第二句话 对小朋友对任何人都说阿弥陀佛 都希望他现在就得到的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的加持 因为你念的时候 你的信心够 所有佛的力量就在你心里面流露给对方 你有信心 阿弥陀佛百分之一百阿弥陀佛 你就透过你的信心给对方了 我们时时刻刻在这个状态 请问如果你在这个状态 你还会去抱怨世间的痛苦吗 会不会抱怨 不会阿 我现在得癌症痛得要是正好消业障 正好念佛不然干嘛 你不会抱怨 有先生没先生有钱没钱 子孙孝不孝顺 随缘 乐观 很乐观 因为这个乐观也不是随便乐 是一种正观 你正确的了解因果 人来这个世间是来消消业障 然后呢 积极的来修行得身净土 那趁这后面这几年 广结众生善缘 好不好啊 广结 所以各位不要每天关在家里干嘛 做监狱啊 做地基组啊 你要赶快去结缘 去老人院 孤儿院 有点小钱赶快出国去结缘 好不好啊 去海边 去沐沐区 去屠宰场 到处跟众生结缘 好不好 不要个性孤僻怪怪的 每天锁在房间 干嘛 烧炭啊 做烟棍还叫烧炭 对不对 所以你要赶快赶快 要佛法那么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以明天开始麻烦各位站在你家门口 人家车子过去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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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么多人奇怪 帮车怎么变成这样 好 因为你在你家门口不是都要 坐在那边等死 在那边算车子 一二 坐在那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隔壁的孙子 哎呦 阿弥坐一部车子 阿弥陀佛 老人阿弥陀佛 少年阿弥陀佛 这样 好 那这样 你这样念隔壁老人也会出来念 然后就早上念佛伴 因为你很快乐 哎呀 那个念到脸 脸这么庄严 皮肤这么粉红色 对不对 儿子就开始赚钱 因为你在为他们念佛 他们将来可以成佛 好不好 有没有人要坐 跟我通知我们电视台 要去拍一下 这样开始家庭念佛伴 那边门口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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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门口 然后就开始有人供养你舞汤 供养你 你不知道你叫做老师傅 不分在家出家 这个社会就变了 所以我认为佛法没有很困难 你也不要想太多 跟人家人家有提供接觸法 有很多人在那邊 人家在那邊 在你身邊的問號 七天不要买會不买會有人來拜 你功夫真好啊 對不對 你能夠打坐七天都不起心動念 人家就來拜你 你不用講話 不用講話 太不可思議了對不對 你能夠坐在你們公園樹下 每天早上就坐 好几天人家就会拿一瓶水来 这个人好厉害 每天都坐在那边动也不动 我们是来运动 他都不动 因为这个我们真正的运动 心不动 会有慢慢人家的 那个受人 那个不可思议 他们就会来接近你 这个佛法不用讲话 你不动都可以度众生 问题是你的内心的状态 所以我想各位知道如此 如果受八戒而不发怨 这个怨就是怨众生离苦 怨众生成佛 自己也一定要成佛的怨 这样功德才能够圆满 成为波罗蜜 成为福德 智慧之良 所以若不发怨者得少功德 良意修行 跟我们的怨力 互相支持 特别我们这个地方在念一次 悲怨讲堂 我希望此地的法师 居士护法 一定要记住我们 个人长得漂亮丑啊 有钱没钱 有没有能力都没关系 表现你的悲怨 了解吗 一种慈悲的愿力 希望路边走过了 我们都跟他微笑一下 都希望他能够得到佛法的加持 都希望他们有慈悲心 都希望他们发起菩提信愿 那为了要引导对方 我们自己要做好 老实说 各位你从那边走过来 那边有一间庙 你经过门口要不要合掌 不要说 那个悲怨讲堂都没在拜我们心 那你这样把我们佛教脸都给丢光了 因为我们是佛教的慈悲是面对众生 哪怕你这个小王爷 所谓王爷 土地公 我看到我就问讯 对不对 土地公欢喜啊 你越尊敬他 他越发菩提心 对不对 所以佛教是要我们懂得尊重对方 尊敬所有生命 叫横顺众生 以尊敬所有生命的方法来供养佛 那供养佛就让我们学习 这样如何去尊敬供养众生 所以各位一定要学习 一定要学习 用合掌去跟对方说话 用微笑去跟对方说话 特别在悲怨讲堂 所以我调查一下 今天现场有没有住在前面 房子里面的居室来受保安在里面 有请举手 真正败啊 无缝啊 你看看 哇 这真是惨啊 这很严重啊 对面而已呢 你们度不来 法师以后都在门口笑 就让人家结好印象 连管理员都度来 那不要说 哎呀我们里面拜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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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理有道理 微笑微笑的外面去 因为我们在慧日讲堂 前面是公园 旁边是夜市 经常要去走 我们每一摊素食店都要去跟他买 我师父说 故意去买 买到他觉得慧日讲堂还不错 故意去吃 也就是这样 带信徒 那生意不好 来去吃 我师父伟不伟大 太伟大了 让我们学这个 原来不是 不是洁生自好 学佛 大乘佛教 是要关心社会 融入社会 要让 这样 佛法对你才有用 所以千万不要 隔壁度不了 都度那些远远来的 所以这样就对佛教 我们要敦清牧林 要想尽办法 去跟隔壁 下回隔壁带十个来 听到没有 每个月多十个 以后我们有特区 是给隔壁来的 后面的 隔壁的 那边的 那这样成立在板桥才有用 成立在板桥都度台北 所以 那各位 我不是讲他们 讲你们要带几个来 不是我们要信徒 不是要钱 没有这个 就是让他们学佛 对不对 让他们学佛 你不要说 我明天就所包换在戒 你还是我 我要同理大众 带着 隔壁隔壁所包换在戒 所以 我要对他们好 煮利豆汤 对他们好 打招呼 对不对 人家一贯道 我去你家洗衣服 我去你家照顾小孩 那他就会来求道 对不对 那你要行菩萨道 他就会跟他们好 一方面 可以让自己再进步 也不会停在那个地方 因为出家人为什么要一直流转 就是不要在固定的人事物里面打滚 你会很烦的 这两三个住在一起 天天那边吵架 看那个不顺 看那个不顺 佛说要油化 要流动 要接触众生 要往外 要往外去引导更多 你要是没有往外 旧的问题会让你烦恼的要命 每天在那边痛苦 你每天在那边说我身体痛 你还不如去老人院帮不一样的老人按摩 回来你都忘了痛 消了业障 解决别人的烦恼 就是解决自己烦恼的方法 帮助别人学佛就开智慧最快的方法 用脑筋去想办法 如何让更多没有接触佛法的人 能够接触佛法 你自然开智慧 请记住这个简单的道理 利他的心态 最容易开出无限的智慧 佛性自然找了 展现出来 所以各位这辈子你要给自己一些题目 我要让不认识的人认识我 我就认识他 让他因为认识我而开始皈依 开始学佛 所以各位没事请到我们对面 按摩给他按一下 谁介绍来 海涛法师 然后人家等着你就开始跟他讲话 够一种按摩不用紧 你去拜佛了 你要慢慢慢慢 不管他是卖冰的 卖饭的 卖豆浆的 卖素食的 你都要去跟他结缘 这条街 这条巷 你要一直跟他结缘 这个不是攀缘 因为你的动作 是为了度对方 那为了度对方 自己的身口意要柔软 要亲切 要慈悲 所以我到现在老实说 我很喜欢一直跑 我不喜欢停 我不喜欢在固定的地方 在固定的信徒 每天就这几个你看我看你 哪有意思 意思是说 你一定要把握有限的生命 做无限的发挥 要结缘到底 下回我们一起去南极 好不好 然后再去北极 然后再去极乐世界 意思是说 你要把它跑完 你要把这个世间 要跑一圈 在远的地方 跟它结缘 现在没办法结缘 至少用心 来发挥功德 回向非洲地区 所有人类 所有动物 所有友情 所以我在飞机上 我都不睡觉了 窗户打开 用我的眼睛 用我的心 用我的嘴巴 一直跟他们念 因为飞机上一直飞 从东岸飞到西岸 所以飞过海洋 飞过陆地 那你才有那个机会 跟它结缘 对不对 你就要跟 这个土地上的人事物 都要跟它结缘 各位要把握这样 把握这样 那为了让对方更好 我们自己要更有丰富的 不要一辈子 就跟一个男人结缘 都在起身老命 所以你要把自己 展开来 展开来 不是放弃原有的 原有的是你照顾得很好 但是要对外 要展现 这个叫花开 开 要能够融入于世界 所以 花开也是要跟众神结缘的 让众神看到它的庄严 所以各位听我这么说 我只是告诉各位 不要把佛法当作一种固定的形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很对 是人人都让他懂得念佛 你要念佛要发愿 要发愿 我现在带十个 带二十个 带四十个 带八十个 那越多的众神来念佛 从有形带到无形 这叫一直这样 我现在念新经 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新经的功德 乃至新经的利益 现在有电脑 有网络 台湖透过这个机会 还年轻人可以跟很多众神结缘 让他们看到 你要花脑筋 花脑筋怎么样找到最好的 用最好的 去让他们学佛 所以各位要发挥这个 所以你一直越想利他 慈悲的利他 那你的佛性就越容易显露 你越想要利益众生 诸佛菩萨就一直加持你 那你才知道说 哇 不可思议 自己在身口意方面 不断的不可思议的 在显现那种清静圆满的那一面 下回把你隔壁带来 把你公司员工都带来 把你公司员工都带来 我以前就是这样 我很积极的 每一家餐厅没吃过的 我一定去吃 吃了以后告诉他怎么煮素 我去那是煮婚的 我就叫他煮素 慢慢跟他结缘 结缘以后我送他们东西 我对他们很亲切 人家也会被我们的人格感动 慢慢对你印象不错 后来我出家了 每一家餐厅 我那时候住在台北 都再去走一次 哎呀你出家了 然后就送他一些书 对不对 从在家结缘到出家 目的要让他能够懂了佛法 所以不认识也要跟你要去结缘 各位要发这个愿 好不好 这才叫悲愿 有这个悲愿 要让整个板桥地区 大台北地区 整个海边河边 都要让众臣学佛了 你要相信 法力不可适应 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世界 因为我们懂佛法 大乘佛教是为了净化人心 净化世界的存在 不能一直卡在你自己身上 我哪里痛哪里痛 是为了送身在修学的 所以除胎经与云 包括灾戒者 这样来发心 就成为诸佛父母的成佛的基本 《撒伯多论云》 若作颜伏提王 颜伏提影响力可大了 大家都吃喝他的 颜伏提所有友情都靠他的 以颜伏提中 一切人民给予金云财宝 于衷自载 包括没有什么地震火灾 就是让整个世界都是这样 所有如是功德 以八观哉功德分作十六分 颜伏提王功德十六分中 不及一分 所以慈戒的力量大不大 但是各位要用菩提心慈戒 所缘 缘所有有情无情 要发起这样子的 这种菩提心而慈戒 而且慈戒还不是说我在慈戒 戒的目的在于度对方 在于接触对方 在于不舍弃对方 而不能说我关在房间慈戒 要有 如果说今天没有半个人 那只要用心呢 今天有这么多众生 你要缘所有众生 你要想办法去接触他 että 我'dик 我慢 我都要 達到無我的空性 達到慈悲利益眾生 更要隨時收看 隨時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是護持三寶 護持帳號 1996-5232 1996-5232 護名生命文化基金會 很平衡的東西 不透過你的磁的硬 都可以變成一個水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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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上在拼換的東西被水快點爆 很拼換的東西 透過你的磁會心 透過佛克薩的加持 都可以變成不可思議 就像我們今天 念下來 把不清淨的錢 變成慈眉的財富 對不對 我們的錢就 來戰勝出水潮船 所以 它是人卻可以 幫助我們兩個人給眾生 而且呢 這個才是 進化社會最好的 所以今天說 放生是第一 有力功的 最有力量 成年 生命電視台 就是生命的搭檔 通過生命電視台 會有更多的人 聽聞佛法 聊著生命的奧秘 走向生命的解脫 讓眾人